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来介绍一下类和对象的引用 今天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点我们会介绍一下对象成员的引用 对象成员的引用有三种方法 待会我们会介绍一下 第二点我们会介绍一下类声明和成员函数实现的分离 第三点我们会通过一个简单的实例 来介绍一下类和对象到底是如何使用的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对象和成员的引用 我们在程序中经常需要访问对象中的成员 访问对象中的成员有以下三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通过对象名和成员访问运算符 来访问对象中的成员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指向对象的指针 来访问对象中的成员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对象的引用 来访问对象中的成员 这边我分明里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上一节定义的student这个类 我们在门函数中定义了一个对象名 stu 我们在访问print这个成员的时候呢 就使用了对象名 加成员访问预算符 也就是点来访问 放getage的时候也是使用这种方法 比较简单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种方法 就是通过指针来访问对象中的成员 首先呢我们是要定义一个student 类型的一个指针 定义为p 将sg的地址布置给它 也就是为它指向sg用 通过指针访问对象成员的时候呢 是要使用 箭头应算符 后面变成prent 在访问guideage的时候也是相同的方式 第三种方法呢是通过引用 这里呢我们给sg用定义一个别名 首先是一个按照符号 跟着一个别名的名称s 名sg用 表示它是sg用的别名 在引用student这个类型的成员的时候 也是直接可以跟着电文预算符 就是点后面跟着它的成员 front guide 就是通过这样的这种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定义student这个类的时候 将类的声明跟成员函数的实现 放在同一个原文件中 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仅限于在非常小的程序中使用 如果说在一个大型的程序中的话 一个类可能会在很多地方会被使用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引用一个类的时候 如果通过频繁呢 拷贝粘贴工作量就很大了 另外呢效率也很低 在面向这一样程序的开发中 我们一般的做法 也就是我们约定俗称的做法 是将类的声明 就是上面这些students类的声明 放在一个单独的头文件中 就是.hu中 这个头文件呢 一般都是以它这个类名 命名 比如说放在students.h 这样的头文件中 成员函数的实现 比如说gainage 这个成员函数 一般是放在这个类 对应的.cpp文件中 gainage 要放在students.cpp 这个原文件中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将类的声明 跟类的实现 进行了分离 当客户程序需要访问students 这个类的时候 只需要包含一下 这个类的头文件 如果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students 这个类的时候 只需要包含一个 include的一个students.h 那这样在我们的 当前的文件中 就可以看到 而没有必要在程序中 重复的 这些类的声明 这可以减少我们的 工作量 同时呢 提高编程的效率 由于在投文件中 包含了类的声明 因此 我们在程序中 就可以用这个类 来定义对象 而我们也可以对 类中的同样函数 进行访问 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来演示一下 因为我们将类的声明 中类的实现 放在两个文件中 那这里呢 我们需要添加两个文件 一个文件是.h文件 另外一个.cpp文件 怎么可以添加呢 大家有没有忘记 方法是 登机 右键 添加 新键项 投文件.h 因为一般都是 将同件的名称 定义为类名 这里呢 我们类是students 这个类 所以说 同件的名称是students 点进去 添加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 这里做了一个 students.h的文件 它自动把它归类为 这个图文件 过滤器中 它们都是过滤器 因为我们在 左边这个解决方案 管理器中 进行分类 这都是你自己 可以进行分类的 出动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们再添加一个 cb文件 也是 团队方法 新建项 点击写加文件 cb文件呢 需要跟图文件 相对应 它的名声 一般都是一样的 但是不一样 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一样的话 会导致混淆 所以建议还是 取的名字是一样的 建议一个students.ccp 表示 这个文件里 保存的是 students这个类的实现 啊 两个文件添加好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 原来放在 门函数的 这个students类的声明 剪辑过去 放在 头文件中 这个类的实现 给剪辑过去 放在cb文件中 好 我们把e-line取掉 但是在cb文件 需要包含 这个cb所对应的 类的头文件 这里呢 我们包含一下 students.h 这个类 另外因为我们 在门函数中 也应用了students 这个类 所以我们也需要 在门函数 包含 这个头文件 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我们程序的结构 就比较清晰 比如说如果你是要 添加其他的类 那也应该按照 这样的方法 每一个类 都应该放在 单独的文件中 它的声明 应该放在 跟那个类名 同名的 头文件中 它的实现 应该放在 同名的cb文件中 就是每添加一个类 都需要 添加这两个文件 添加好之后呢 它的效果 跟我们 都把它分点cb 这个文件中的效果 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整个工程 结构比较清晰的 它的声明 放在一个单独的 头文件中 可分用性 也是比较好的 如果其他地方 是要使用cdm的这个类 那只是要 在他的地方 include一下 cdm.h 这个头文件 另外我们在 头文件中 一般会使用 红一边一指令 来控制一下 防止这个头文件 被重复包含 这里我们控制一下 经过这次的红 红一句之后 就避免了 重复包含的 这样一种情况 cdm中介绍过的 如果不懂的话 找一本cdm的时候 好好看一下 这里我们就不介绍了 我们只介绍 它的作用是 防止重复包含 现在代码已经写好了 但是我们要运行的话 这个程序 还是有一定的bug的 cdm这个类 只停了一个 公共的print这个方法 print的时候 这三个 b数据成员 是没有进行过 初始化的 直接给他们访问 那他们的值 可能是随机的 这是有问题的 这边呢 我们就来写一个 没有问题的例子 来看一下 这里呢 我们用一个time 它用来管理时间 具有三个成员变量 这边是十分秒 几个其他的公共的 成员函数 首先呢 我们需要添加 点h和点cd文件 所以我们出入time 我们来添加一个cd文件 time.cd 这些 呼吁句 防止虫物包含 首先是class关键词 后面跟着一个ctime类 啊 类命名的时候呢 第一个字 一般都是大写的c 这种常用的方法 表示我们是正在定义一个类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方法 后面呢 是编译对画过号 啊 最后是分号 啊 首先 应该是public的 public的成员方法 那现在我们先空着 不写 我们先定义private的成员变量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tower 啊 这种方法呢 是骆驼命名法 m呢 表示表示一个成员变量 n呢 表示它的类型是anti类型的 好 大家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方法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方法 第二变量呢 我们定义一个minute minute 第三个呢 我们定义 second 表示秒 time类只有这三个成员变量 他们都是private private的 所以我们在类的外部 没有办法设置和读取它们的 那为了在类的外部 可以读取和修改它们 我们这里提供几个公共的成员函数 它们分成两组 第一组呢 是对它们进行设置 第二组呢 是对它们进行讻取 首先呢 我们来定义一下设置的 void类型的 set hour 第二个是setminute mgminute 第三个是setsecond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就是它们的公共的成员方法呢 它们都是以小写的set开头的 表示用来设置 这是我比较使用的那种方法 这种话比较直观 一目了然 下面呢 我们再定义第二组 对C的成员变量进行读取 读取的时候呢 一般使用get 获得这些值 gethour 再定义getminute 第三个是getsecond 现在是类的声明已经定义好了 声明呢 我们就需要定义类的实现 类的实现呢 需要在time.cg里进行实现 首先呢 我们需要包含time.h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实现它们的每一个成员盘数了 首先我们来实现 第一组用来设置它们的成员函数 sethour 首先呢 是ctime这个类 表示说 hour这个成员函数 是位于ctime这个类的 参数是anti 也行的 这里呢 我们直接将hour复制给内部的成员内量 第二个函数是setminutes 方法是一样的 函数也个anti类型的 minutes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第三个是cent second second 也是安器类型的 直接复制 这样我们设置 平安变量的方法就定义好了 下面我们来定义 来获得它们的方法 第一个是gethour ctime gethour 是没有参数的 直接returnhour就可以了 好,下一个是getminute 就是returnminute 好,最后一个是getsecond 反过秒 这样的话我们thinktime类就已经定义好了 所有的成员函数都已经被我们实现了 现在我们就需要在设计函数中使用它们 首先我们要使用这个类 需要包含它的头文件 这里我们包含一下time.h 这样的话在mo.cvp这个文件中 就对time ctime有了可见线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任何函数中使用它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个对象 名字叫time 因为现在它是刚定义好 它内部的变量的值 还是没有复值 因为我没有办法通过访问它的seal的成员变量 比如说如果我们通过访问time.hour 给它复值的话 比如说10点 这都是不行的 因为它们都是private的 在外部我们是没办法访问它的 我们只有通过它的公共的成员函数 如果我们想设置成10点的话 我们是要用setHour这个介绍 把它设置成10 我们设置成10点50分 50分20秒 填入50 second是40秒 20秒 这样的话 它们都有了值 下面呢 我们就输出一下当前的一个时间 输出十分秒的时候 也是通过它们提供的公共的成员方法 get系列 通过get getHour来获得小时 就是同一个格式 就是同一个格式 分 get minute 最后是秒 get second 然后获得 之后是 发行 这样呢 我们的程序就写好了 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能不能编写中国呢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也没有运行过 不清楚 到底哪里有没有 我们生成一下就知道了 生成 给大家看到有错误 有错误不用怕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错误 诶 本来你们有没有发现哈 这里呢 我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在防止重复包含的这个 if define呢 应该是 if not define 我写上了if define 这是一个错误 改正之后再试一下 诶 还是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 说get second 不是c time的程序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有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get second的声明 诶 大家发现这里呢 我设计了两个c time 这是个笔物 我们改成get 我们看一下定义 是不是 还是有问题 定义好像是直对的 我们再来生成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现在就成功了 那我们来练写一下 是不是跟我们的结果一样的 应该是打印出 10.50分20秒 大家可以看到 确实是10.50分20秒 按一键结束 到现在为止呢 这是我们写出来的第一个 加装以类写成的一个程序 time这个类现在还比较简单 它只有三个成员变量 同时呢 只有几个设置和获取它的成员函数 它是比较简单的 成员函数时间的时候呢 没有做异常的校验 如果传入一个小时是25的话 那现在就有问题了 比如说需要大家把这个类给完善一下 另外希望大家添加几个成员函数 比如说添加一个take函数 take函数执行一次的话 秒增加1 就是second加1 second加1之后 我们需要判断 它到底是不是满60 如果满60的话 需要往minute进一 旋征数如果满60的话 也需要往小时数进一 所以今天的作业呢 就让大家把这个类给完善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动手一下 今天内容就是这样 好 好 谢谢